陳比較這樣 李慧如今 星期的一位相關 advice 男人 另一個人 歌詞 聲音 字尼插 歡迎大家回到每禮拜 到 vez 面 這個禮拜有一位老師就是Francis潘師傅 當我叫做潘師傅的時候 會不會大家都猜到一定是一些中國化的東西 到底是教我們什麼呢 是教我們氣功還是教我們這個 還有什麼中國化呢 八字命理呢 看看潘師傅的樣子又不是很西化 其實潘師傅他自己是一個很尊貴的專業 而不是八字 是風水 今天跟我們說風水 風水命理這件事 原來他是一個職業性的興趣 可以這樣說嗎 興趣到好像幾乎職業 要告訴我們 首先你是怎樣會愛上風水這件事 說一點給我們聽 以前我是不相信風水的 所以我媽媽看風水的時候 我就流去迷信這些事情 有一天我就經過一個商場 他們有一些風水班 我就想去報風水班 說一些東西去踩他們的場 誰知道我學的時候 就學八字 就學五行 我就覺得越來越道理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你的女兒有病 就叫一個風水師傅去看 我就介紹我師傅去 不過我沒有跟師傅說什麼事 我就看是真的 所以師傅就拿了羅盤去那間去看 他說這個是病位 不可以犯人的 所以那裡沒有犯人 不過原來那個女兒小的時候 是在那裡 所以她就有了血癌 所以師傅就說 血癌 血癌 風水在這裡 水位在這裡 所以他就看到這邊是不可以犯人的 過後她就用風水幫這個小女兒解決問題 她現在差不多20歲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 很神奇 那這些案例我們都聽過不少 真的很多人都是因為實戰上面 看到一些神奇的東西而真的相信了 我們覺得潘師傅聽起來 你不像香港人 是不是馬來西亞還是新加坡 你的風水也是跟香港老師 還是馬來西亞老師呢 我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裡學的 在新加坡學了那個基本的東西 然後來香港 在香港就因為很多風水的節目 有很多風水師傅 有些交流 有些同學 有些交流位 在那裡慢慢慢慢學了 所以就讓我了解到風水的真摧是什麼 很多人看風水書想學風水 是覺得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派別很多 派別很多說的東西不同 有些就說A 有些說B 所以你讀的時候 有時候會亂的 所以大致上 風水的派別有很多 其實有八摘 有懸空 有三峽 那些 所以其實不同的風水師 都有不同的方法 像你看醫生 醫生 都有不同的醫生 有中醫 西醫 有針灸 所以其實目的是一樣 不過方法是不同的 那真的要教一下我們 尤其是現在剛剛開年 2018 會不會都跟我們說 除了由深入淺出 由這個原理 講到2018的吉偉 會不會告訴我們 是的 所以我覺得風水最重要 就是要看 第一要認識那個五行 五行 金木水火土這些東西 其實五行平衡 你的生活就會好 所以雙生就有雙黑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 五行的這幾個道理 所以要學風水 五行是第一要學的 要清楚知道 所以你認識了之後 你就知道 原來木三火 火三土 土三金 金就是三水 所以這些雙生不息 雙生雙黑 雙生雙生 雙生 雙生也雙黑 所以風水在一間屋裡 其實是在說平衡 所以今天我就說 很簡單 我們家裡 第一 你一定要找一間 好的風水屋 不過好的風水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他們有一句話 就是千金南崖風水屋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東西要看 通常我們看 有兩個方面 一就是年頭 年頭就是看屋外面那條 馬路 山 那些塔 什麼叫年頭 不是潘師傅 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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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年頭 年頭 這已經是一個風水術語 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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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看大環境 大環境 年頭就是大環境 大環境 山在哪裡 池塘水在哪裡 一定有山嗎 不一定 不一定 現在的山 所以這些就是古老的風法 就是看山和水 這些東西 不過現代 我們已經沒有山水 不過我們有很多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 所以高的就變成山 變成山 建築物已經是山 對 所以路就是水 好的 路就是水 所以了解了這個之後 我們要看年頭怎麼看 看那個東西 第二 就是我們要看家裡的 就是我們是用 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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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連頭為便的東西 加上理氣 才可以看到標準的風水 那會不會有一點點提示 讓我們知道 怎樣為之好 譬如 讓我首先拿福利 譬如你看出去 我都好像住村屋那些 基本上外面都是有屋 但是也不是很高的 跟自己差不多高的 前面又有 後面又會有 但是又離開一點的 那怎樣看呢 通常呢 看風水就是 你一定要看 前面的屋前面 一定要有個名堂 一個名堂 叫做Open Space Open Space 我們有 因為方便你聚氣 聚氣 後面呢 最後有一些球 就是有一些山 所以我們看前面 前面是平的 後面是有扣山的 大致上 就是適合做一個屋 嗯嗯 就是比較好 比較好 第一你要看你的 左青龍又白虎 左青龍又白虎 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下次 你去看別人的屋 有些屋 雖然不是那些 獨立的 那些公室 有些公室 你會看到 左邊很大 你在入門 左邊很大 右邊沒有的 嗯 所以呢 這間屋的主人 一定是一個女人 哦 話事人是女人 對 對 我家是這樣的 對 所以你的屋 如果你這樣看 左邊的 左邊有 你要看左邊青龍 右邊白虎位 所以你要看誰大 如果白虎位大 就女人話事 如果那個青龍位沒有的 就那個男人沒有地位 如果平均就OK 50-50 就一半一半 哦 但是怎樣為之 那個叫做 就是由哪裡開始 是不是由入口 家裡的入口 還是騎樓來看 如果你在公室 你看著那裡 門口這裡 如果門口這裡 你就看 左青龍的位很小 白虎位很大 那個廳很大 或者青龍位 是一個廚房 很小的廚房 哦 那個屋裡面 你要看你屋裡面 因為屋裡面 就要看到誰是華視人 哦 就不是看屋的外面 所以 青龍白虎不是屋的外面 所以這個是屋裡面 哦 兩樣都要 是的 如果屋裡面 你看到 哇 這裡的轉動物多 嗯嗯嗯 這邊沒有 那男人沒有地位 對 對 所以這個是 當然還有其他東西要看 不過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這個 好 然而那個左右之分 就是由門口來計 是的 所以你要從門口 大門口 看出去外面 大門口 如果大門口 然後我們還要上樓梯 然後這裡又有門口的話 進去屋 那就是說 以這個大門口計 都是以下面的大門口計 不是 是屋企的 哦 進去屋企那裏 所以變成有些人就覺得很難 為什麼呢 是啊 所以如果你看你屋裡面 左邊的 就要用屋的小太極來看 嗯嗯嗯 如果用盛洞大廈呢 就用盛洞大廈的大太極來看 嗯嗯嗯嗯 盛洞大廈的大太極 嗯嗯嗯嗯 盛洞大廈的大太極是嗎 那因為呢 譬如我們住村屋那些 有些人他真的三層有曬的 是嗎 或者他有兩層的 那變成了呢 他又是看哪一層呢 是嗎 如果三層都是棄的呢 他就用三層了 是 如果你說這一層你居住的 另一層租出去 你就看你居住那個 但是他如果他自己居住兩層的 一層是他自己主人房 是 上面那層很多時候有些人 就是小孩子的房 那又怎麼看呢 不是 最最重要就是 你要看那個擺位的方式 哦 如果那個門呢 換得出來 哦 現在青龍位大的 嗯 青龍位因為門開到這裏 就不要改了嘛 嗯 所以變成了如果門呢 是移到這裏 右手邊 你的青龍位很小 就沒有青龍位了 就變成那個女主人 嗯 嗯 青龍是右邊 是 左青龍 左青龍 右白虎 對哦 所以這個就是很基本的東西 嗯 不過呢 最重要是呢 我們買房子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買房子 四四方方 沒有缺角的 沒有缺角 沒有缺角 沒有缺角的 那裏就有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呢 風水我們有九星 九個飛星 九個飛星 飛了 即不同的崩位 就有形容到不同的人 是 所以呢 比如說 在南方 南方的時候 是屬於中女 嗯 如果西南方 是屬於母親 崑位 就是那個太太 嗯 如果你說 是 後面的北位呢 就是中南 嗯 所以呢 如果你缺了腳 嗯 那個氣樓就不順了 缺了腳就不順了 就不順了 就會有形容 如果缺了而多 整個家裡的風水 就不會太平衡 嗯 所以剛才我們 我說的風水 就是平衡 不是不平衡 所以 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 家裡就會出問題了 哦 是 那你準備了 要教我們 基本的東西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 如果你看到家裡 有時候 心臟出了問題 有些人心臟出了問題 心臟 心臟出了問題 你還是看你家裡 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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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邊那裡 有沒有什麼東西 在外面的 那些煞氣煞了下來 哦 或者 家裡有些東西 沒有弄好 或者 有些垃圾 或者是擋住 嗯 所以有時候 你要看你的工位 你如果清了那些東西 就有可能那個東西會傾走了 嗯 所以好的風水屋 不一定是大間的屋 嗯 最重要的是 第一乾淨 乾淨 乾淨 第二呢 小野 今天的氣流可以流得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發達 就不要將那些垃圾 什麼都收回你家裡 嗯 因為你東西多了 你影響了你的風水 影響了風水 你影響了你的環 是 所以一個人呢 為什麼呢 一個人在風的家裡 你睡夠的時候 最多時間 是啊 你睡得不好 你其實是風水差的 嗯 所以風水就好像 我們現在的那個電話 嗯 就是你電話的不好 嗯 就算你的電話多貴 嗯 你睡得不好 嗯 你電話的不好 就沒有電了 所以通常我們說 最重要就是 那個氣流一定要好 平衡 五行有行得好 這樣呢 大家就會住得好 嗯 其實這個呢 要惹小 這件事真的很多人都說過 也可能都知道 也都聽過 所以呢 現在就來年近 真的一歲晚了 所以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時機 聽到潘師傅這樣說 大家要的起心 找一個時間去大掃除 那至於家裡邊的五行 怎樣為之好呢 是不是就是 金水木火土都要有 是 那會不會擺上 我們主人的屬性下去呢 譬如我們有一個主人是屬木的 有一個主人是屬金的 這樣就已經有了木和金了 這樣就 只是水火土這樣加進去 如果那個主人是忌 譬如 剛才我那個情況 那個主人跟著就是忌火的 會不會那間屋裡 不要再放火呢 大家會好些呢 運氣 這個問題是真的好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很難答 很難答 不過呢 我嘗試同樣答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人呢 絕火 缺監那些呢 是八字裏面的 八字 所以八字是風水一派 奇痛一派 所以是那些叫風水 複複出來的 就有八字 複複出來的 其實八字跟風水一樣的 要平衡的 是 你如果那麼多 不一定是好 少 也不一定是差 最重要是平衡 平衡 所以我們在八字裏面 你學的時候 如果你說你吹複複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水的東西 就好像你這樣 啊 你穿黑色衣服 就對了 因為黑色熟水 你喝多點水 小吃點 烹飪 這些東西 烹飪 就能幫到你了 所以這個是你本身自己 要平衡你自己的元素 不過家裏呢 有家裏另外一種做法 因為家裏呢 如果你說家裏是忌火的 你就不要紅色 不要火東西 不要火東西是可以 不過你不可以去很多極端 因為家裏如果你不火 噢 燈都沒有那麼多 好硬 其實呢 這個就偏激了 就不是平衡的風水了 所以呢 家裏呢 是家裏的風水 人自己呢 是自己身體的五行 平衡 所以最好呢 一間屋呢 都是平衡的 金木水貨都有平衡的 不要強調什麼 唯一一個地方你要強調的呢 比如說你說 剛才我們說的 北方是水 你缺了那個腳 沒有那個腳 所以你就缺了那個水方 你就在那裏呢 有可能在北方的地方呢 你就缺了一個魚缸 這樣呢 就可以補一些些 所以我們 那裏風水是說平衡的 所以不是說不要 不是說不要 是 那在一間屋裏面 那個金水木火土呢 就真是說 火就 燈火要通明 要有一個灶頭 生火吃東西 那水是不是 我們也要放一個水 水 或者種一些水象的花 養魚 那木就養花草樹木 是不是 金水 那金呢 和土 土就是植物 土就是用那些 土就是用那些 土造的 那些花草 那些 陶瓷 陶瓷 陶瓷一定要有 所以其實你不用刻意的 如果你看你的屋 四四方方正正方方什麼都行 其實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因為那個屋 四方正方形的 你分九個工 全部東西都有了 你要看你的屋 如果什麼角落沒有東西 你就補那個角 如果不是就不用補了 不用特意擺那些東西 不用特意擺的 非常之好 那關於這個 基本是不是已經說完了 所以基本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有好風水的家庭 這個就是基本的了 所以如果你在大廚上 這些做好一點 你基本四方的屋 你分得很好 乾淨 大家 基本上已經有五六十分了 五六十分 就OK了 加上你自己的八字 你都平衡得好 就加上六七十分了 不過呢 如果你說真正要好的 你就要看飛星了 還要看飛星 所以 那潘師傅 可否先幫你聽 你剛才說金水木火土 好像還沒說過 在家庭的方位裏面 大家可以看看 到底有沒有缺角 金是什麼角 所以最重要是 不如我們說 父親在哪裡 父親的位 父親就是在西北位 西北 西北是父親 母親就是西南位 父親這個西北位 是屬於金水木火土 是什麼 所以是金水 是金水 好 父親是金水 所以 所以 在這個金水位 不一定是要躺在那裡 不一定 不過如果你要父親 父親的心腿健康 你要看這個位 確實這個位 沒有 漂亮的 沒有那些雜物 是 母親就是西南位 西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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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母親屬於五行的什麼 就是屬於火和金火 金火 西南位 好 接著呢 接著呢 父母餘了之後 就是長子 長子 長子就是在東方 東方 是屬木的 所以在東方木的地方 做得好 就是長子會做得好 長女就會在東南方 東南方 長女應該是屬木火 木火 所以如果你知道怎麼擺 中女就是南方 中女是南方 中仔呢 中仔就是北方 北方 即是屬水 北方 所以我們一個家庭 有父母 母親 母親 大兒子 大女兒女 就搞定了 如果你說 小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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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北位 東北就是水 水 木 小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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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方 小兒子屬於西方 如果我家裡有一個工人 但他經常都病 那工人是什麼位 所以工人 通常 工人 住在那裡 有時候都會影響 如果在座位 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這個工位 是家庭 對你大長子有影響 或者是母親 父親 工人住在那裡 我們要看 因為不同的工位 我們還有多一層 要看的就是那個飛星 飛星 不用飛星 飛星 就有三星和左星 一個上一個 所以兩個字 其實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五行 所以如果有二 就是二黑 五 五黃 所以二黑五黃加起來 就是病星 所以如果那個屋 有二五位 要化 不化 化在那裡就會病 我們怎麼知道家庭有沒有二五位 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就一定要專業 你一定要 第一 你要請一個師傅去那裡 師傅就幫你看 有一個羅根 你看 你坐在哪裏 上哪裏 坐北上南 或者什麼 他就畫出你的工位 加上每個工位 有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 就看 這個是金多 土多 怎樣化 這個其實是分得很仔細 這個就好像你看醫生 你看醫生 沒有你這樣 沒有東西 有些不好 不妥相風 這樣就沒有 這個就好像X光 你要X-ray 你要去細節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 你進入了那個專業風水 哦 即是說這個方面 我們就比較難在這裏 這麼短時間講 但是最基本一點 我們很多人都希望家庭可以聚財 可以令我們有錢一點 除了剛才你說 就說免不要那麼多 千萬不要免多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家庭可以令到我們有財 有小一點 或者 最簡單就是 第一 你的門口很重要 門口 玄關 玄關 一進去那個位 是 那個位你一定要 你不要說波動要大 如果不能大 不一定 最重要是一定要乾淨 加上有地方讓它聚氣 聚氣 因為風水就是乘風珠癡 嗯 藏風聚氣 一定要有地方讓它聚氣 哦 即是如果我們 譬如有些人很喜歡 援關 就不放鞋 把自己的鞋 把自己的鞋 都扔到屋外面 這樣 那我們就最討厭這些鄰居 是不是 其實對於他自己來說 其實他很棒 其實不是 他那個位就沒有東西了 其實如果你要看 戲的東西沒有東西 不過你要看 把鞋放在哪裏 嗯嗯 如果把鞋放在哪裏 那個戲 就不太好 全外面 其實是起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都不是好的 所以最好你要放在那個櫃那裏 因為風水 你不見不到 就是沒有的了 見到就是沒有 你把那些鞋 全部放在那個窗戶裏 見不到就是沒有 是的 其實是OK的了 那如果 即是說 它是整整齊齊 是 那就有一個是坐的架 我在問我自己 有一個架 雖然沒有遮蓋的 但是呢 看到那些鞋 可以放在裏面 起碼 你有幾隻 一定是每天 經常都會穿的 這樣放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看那間屋 你就把那間屋除以三 不要高過三分之一 就可以了 那間屋除以三 每一層 你意思是每一層的天花 是不是 天花 所以你放鞋的東西 不要高過三分之一 噢 不高過 高不過有些人會高得高 其實高得高不好的 鞋多 高得到不好的 因為你的氣 會影響到你健康的 鞋櫃不高 特別講的鞋櫃 鞋櫃 大家聽著了 鞋櫃的女生 那麼多鞋的時候 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開了門 你開了門 如果你看到你的大廳 看到窗 看到窗 就不好 因為窗 如果開了 你的氣 就一一一出 就醉不到財 又是醉不到財 這個就變成那間屋 本身的風水 如果他已經住在這樣的屋 的時候 就 真的要找潘師傅 來化一化他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 你把窗關了 關窗 關窗 第二 就是你放了屏風 屏風 就擋住了 不過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唐賴 我們 因為時間不多了 不如告訴我們 2018年 怎樣可以 那個雲勢會好些 無論任何生肖 還有找多些 大家身體健康 是 其實過年 我們風水界裡面 看過年 不是看真正的過年 今年我們要看歷春在哪裡 所以今年 24日 你說要看立春 24日已經是過年了 所以今年 兩個位置要小心 就是 北方 有五黃位 北方有五黃位 那是否說 放了幾個銅錢 用不用 你放了銅錢 就可以化了 不過你要小心 因為北方 最好 五黃位是最厲害的 就是 不要讓它動 不要讓它動 所以有窗 就不要開窗 關窗 最好就是 不要放電器 啟動 北方大家回去 量一量 在家裡的中間量 應該是 對 中間量 它是北方 所以北方五黃位是危險的 所以如果你要中修 你要中修 你不要在那裏 搭東西 其他地方搭 那要別人在北方外面搭東西呢 如果人在北方外面搭東西 你一定聽到很多聲音 你只好遮住 或者把門關住就可以了 那都可以 無關事了 另外一個地方不好的 就是西方 西方 就是有耳黑 有耳黑 都是病聲 所以這兩個位置 要小心 不要放那些HIFI 電視在那裏 或者開冷氣機 可以在那裏 起動它 所以如果Bitch要開的時候 最好先化它 潘師傅 一個極端的問題 如果這些是剛才說的 北方和西方 正正是我們的門口位的話 怎麼辦 如果門口位的話 你一定要入出入出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最好你用那些股 銅錢 銅錢 銅錢放在一塊下面 化它 地下就行了 放在地毯下面 放在地毯下面 地毯下面就行了 好好好 太好了 有方法化到的 我們怎樣可以 在2018年那裏 令到我們這家屋 生財有什麼方法 生財呢 有的 今年的財位 是在東南方 東南方 東南方 所以東南方可以 起動一些東西 就有機會 就會前進去 就是在那裏開音樂 開著音樂 開著音樂 有些什麼才神音樂 對 可以開著音樂 開著音樂 東南方 如果你要行財 好 今年就在西南方 橫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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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方 在那裏做 好 買六合彩之前在西南方 先採個肚子 好 如果讀書的那些 今年的文倉位 文倉 就在南方 南方 即兒子在南方讀書 坐在南方讀書 坐在六方讀書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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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還有一個不好的 就是在東北方 吵架位 所以東方的吵架位 就是做好 不要放一些綠色的東西 樹那些東西 就拿走就可以了 是 那個方位就要避忌一下 避忌一下 好 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 二年一八年 都可以 又有錢 又有好運 亦都希望潘師傅 你這個專業 hobby 這個興趣 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好像今次這樣 帶到很多的資訊給我們 亦都幫助到很多人 好多謝你今天上來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拜拜